军统教父戴笠 作者张军 由老王博讲 第102集 一锦还乡2 戴笠曾经回到江山县 江山县的县长丁县长要设宴款待他 戴笠想起来 自己在江山已经赚了一大笔钱了 另外啊 他也想在家乡人的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 于是就坚决要自己请客 于是他就找来了本地最大酒店的老板 也就是曾经给自己当过私人厨师的毛开封 对于戴笠的意见 毛开封自然是照办的 干烤鱼翅 那是戴笠喜欢吃的上海国际饭店的名菜 需要备料水发鱼翅两斤 鸡一斤 提榜一斤 制作的时候 鱼翅要下在废水里烧滚三次 另外还有一道名菜叫燕窝丸子 当时的价格就值100银元 当天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在江春城的城西客厅里 尊贵的客人除了丁县长和主任秘书以外 有抗日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何汉章 有江山县旧纪院院长杨德忠 还有戴笠的儿子戴藏仪来作陪 在九席宴上 戴笠判断当时的军事形势 说日军已经无力反攻了 要各位父老乡亲尽管放心 转告老百姓努力生产 戴笠一边夸夸其谈 一边频频举杯 六十多岁的老院长杨德忠 潜心回敬 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 居然称二十多岁的戴藏仪为凶 这在江山成为了一个笑话 1941年4月 戴笠又一次回老家 突然想起当年的悔过书 还在华春荣的手里呢 觉得这是快心病 就特意置办了一桌酒席 要宴请华春荣 并且邀保安乡乡长张培森 和曾在仙虾岭竹林当中 救过他的毛遗书来作陪 宴会之前 他郑重其事的发出了请帖 言明由代工馆派专车接送 代工馆上下呀 也着着实实的忙碌了一份 常言说 白酒容易请客难 到了宴会的时候 等了好长时间 就是不见毛遗书和华春荣到场 戴笠起了疑心 就向张培森发问说 培森兄啊 华先生到现在还没来 会不会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张培森咧开嘴 连忙回答 听别人告诉我说 华春荣昨天还忙着跟共产党开会呢 应该在 代理一听 共产党 这三个字 马上竖起耳朵 什么 你再说一遍 张培森赶紧正经说 华春荣当广度乡的乡长 谁不知道他是挂羊头卖狗肉啊 早在北伐的时候 他就参加了共产党 后来听说断掉关系了 到民国27年 又和上海派来的共产党员江禄 接上了关系 这个江禄的公开职务 是广度乡公所的文书 我们乡长在一起开会 曾经多次听他替共产党做过宣传的 据说呀 华龙熙现在有20多个共产党员 华春荣还是共产党的书记呢 听了张培森的汇报 戴笠暗暗点头 他咬了咬牙 然后请大家入席 胡乱吃喝了一顿草草收场 不欢而散了 原来呀 华春荣也早已知道 戴笠请客是假 借机暗算自己是真 他避开了戴笠的宴请 看到戴笠离开了江山 才算松了一口气 戴笠一回到重庆 立即就给儿子戴笠仪发了一份密电 戴笠仪 继于1941年6月19号 命令特务队长徐增亮 蔡刚两个人 趁着华春荣从峡口区开会回家 埋伏在途中把他暗杀了 得手以后 还使了个贼喊捉贼的计谋 到村里大喊大叫 传报华春荣的死讯 为了斩草出根 戴笠仪又失毒计 害死了华春荣的儿子 华氏族人写了壮旨 到江山法院撞告戴笠 结果法官一看 来人要告戴笠 吓了一大跳 王回答说 你要告戴先生啊 那你得直接找蒋委员长 话说车队进入了江山县境内 戴笠命令司机放慢车速 打开车窗 有意的招摇 加上身边还有个外国人做陪 那是更加得意忘形 梅勒斯第一次来到戴笠的家乡 看见山水清丽 田园木戈 尤其是看见农民驻足而忘 附又尾随车队 欢呼雀跃 是颇为感动的 高兴的手足舞蹈 大发感慨 刘正芳翻译 这是我所见过的 世界上最纯洁的农民 他们的衣着 这样的简单朴素 他们的眉眼 写满了憨厚和善良 他们脸上 眷刻了岁月的沧桑和苦难 如此如此 戴笠很高兴 偏过头来对梅勒斯说 我的家乡啊 别的不敢说 人民勤劳善良 热情好客 那一定是世界上少有的 外地人到这来 无论你走到哪个村子 饿了有人做饭 渴了有人倒茶 如果去他们的家里做客 那可就热闹了 绝对拿出最好的水果 菜肴来招待你 让客人睡最好的床铺 梅勒斯机长 OK 戴先生 能不能带我们去 你的家乡人家里做客 戴笠高兴的说 行 小事一桩 为了证明他说的是真话 他就命令司机 在公路旁边的一栋农舍门口 停了下来 这是一栋乡 这是一栋乡下常见的小木屋 周围种植了百树 松树 更多的还是毛主 戴笛 戴笠下了车 戴笠下了车 打开柴门 突然 传出了两声狗叫 一条大绒毛狗 从柴堆里 窜了出来 戴笠吃了一惊 赶忙又把门关上了 正在南堪 狗叫声 惊动了一位老农民 他探出头来 一眼看见外面的车队 和戴笠一行 连忙喝叫了一声 于是 这条恶狗 就温顺的摇着尾巴 乖乖的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伸了几个懒腰 趴下不动了 戴笠用家乡话问 老伯 我们能不能进来讨口茶喝 老人一听是来喝茶的 立刻满脸堆笑 走过来亲自打开了柴门 热情的朝梅勒斯招手说 请进 大家请进来歇歇 戴笠一颗心总算放下了 他得意的回头 看着梅勒斯 梅勒斯也冲他点了点头 老人请进了客人 马上叫道 来客人了 快出来招待 一会儿 木屋里走出老人的儿子儿媳 七手八脚的摆桌椅 请戴笠一行就坐 梅勒斯坐好 又见老人 正在有条不紊的 指挥着儿媳妇欺查 两个十来岁的孙子爬上门口的一棵桃树摘下了很多又红又大的水蜜桃 水蜜桃洗干净摆上了桌子 老人不好意思的说 没什么好招待的 如果早来半个月 这儿还有李子和梨子 戴笠把江山土话翻译成官话 由刘振芳翻译成英语 戴笠斯很高兴 随手从桌子上拿起一个桃子 大咬了一口 然后伸出大拇指 OK 戴笠对老汉说 梅先生说桃子味道好极了 谢谢你的热情招待 接着又转身对梅勒斯说 这还不算 如果他知道我是谁 那肯定会更加热情的 梅勒斯健壮 马上就用英语对老人输了一番 刘振芳就翻译 老人家 您多大年纪了 梅先生说您气色很好 问你收成好不好 老人说 老朽啊 今年七十岁了 托老天爷的福 日子还算过得去 只是今年的收成不如往年呢 一连三十多天不下雨 庄稼都干了 刘振芳 没想到老人的官话 说得比戴笠还标准 又说 梅先生问你 知不知道戴笠先生 老人点头说 知道 他是保安巷的 现在在重庆做官 不过 我们都叫他戴春风 刘振芳就指着戴笠说 他就是戴春风先生 这次回来看望家乡的父老乡亲的 戴春风此时感到脸上特别的光亮 像一轮太阳正放车出几道金光 他等待着老人喜不自禁的过来恭维他 戴笠经常被人恭维 但是家乡人的恭维那不一样啊 尤其在梅勒斯的面前 这种恭维那将赋予一层很深的意义的 老人 却盯着戴笠看了好一阵 等到确认以后 立即把脸一沉 马上对儿孙说 撤座 儿孙们一愣 但是都很服从的 把座位撤走了 把桌上的桃子端走 把刚沏好的香茶也倒在了地上 把坐着的人赶起来 把椅子收了 戴笠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 弄的是目瞪口呆 他正在尴尬 突然心声一计 对刘正芳说 快快告诉梅先生 说日本飞机马上要来轰炸了 现在报警了 刘正芳向梅勒斯转述的同时 戴笠又指挥贾金南 沈罪等人 故意乱喊乱叫 说飞机来了 快快走 就这样 梅勒斯被稀里糊涂的拥上了车 车子开动以后 戴笠又把车窗摇覆位了 在车里 他再也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了 戴笠这才松了口气 总算把梅勒斯哄过来了 后头 沈罪插着腰 则问老农民说 你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对戴先生这样无礼啊 老人捋着花白的山羊胡须说 在下毛泉的旧父便是 今天如果是别人 我保证热情招待 戴春风嘛 他自己清楚 江山县有谁说他有丁点好啊 还有 他叫他的弟弟戴云林 儿子戴藏仪在保安干了些什么 他给江山人是争了面子还是丢了面子 避开这些不讲 当他在重庆 无理解雇我的外甥毛泉 我就没必要给他好脸色 毛泉 在重庆和沈罪的私交很好 沈罪 见是毛泉的舅舅 那也就不过分为难了 你这样做 一点面子也不给留 难道你不把他报复啊 老人浓眉一挑说 他敢 他的母亲 弟弟 儿子都在江山 我谅他也不敢把老子怎么样 戴笠在老农那里 碰了一鼻子的灰 心里颇不是滋味 像吞下了一只苍蝇 为了争回面子 他准备带梅勒斯 去赵和中学主持校庆 这个赵和中学究竟是个什么所在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感谢您收听 由老王为您播讲的军统教父戴笠 本集播讲完毕